内地昨天公布了很多的经济数据 当然,当然这是焦点 就是放在这个内地的五月份 CPI跟这个PPI的数据了 其实他们赌退的情况呢 就是也是市场预期的范围里边 还有就是在过去两年呢 这个内地的PPI跟CPI上张的复读呢 已经到了一个不合理的水平 也是这个经济的增长呢 也没办法呢,这个允许的 在现在来讲呢 回落一段的时间 其实对于这个经济的影响呢 不是太大 主要就是过去公布了内地的这个PPI的数据呢 反映了内地的经济的状况呢 有一个明显改善的情况 就是这个PPI呢 已经连举了这个三个月呢 在这个50这个扩张的水平之上 相信对于经济来讲呢 还有就是这个内地的金融机构的 太狂的金额呢 从这个上月的四月 早前一个月的四月份的 5918.1人民币呢 有机会在上涨 上升到这个五月份的6600.1之上 对于这个金融机构的股份 好像是国有的银行呢 我相信这个短期之内呢 表现有机会呢 比这个大盘呢要好 好 好 谢谢大家